大家好 欢迎参加Captain F1 Part 2的Demo Lectures 我就是Captain F1 Part 2的Trainer 我叫Candiff Leung 开始之前 讲一点自己的背景 我在这里都是兼职教的 我正职主要都是在银行里面做 做了超过17年 主要都是做Vis Management 现在是商业银行的Markeriskat 之前除了银行也是在保险公司做过 就是做超级官员 我自己的选择 FOM在2001年的时候取得 2002年取得CFA 2003年取得ACCA 我有几个Bachelor的 Econmax和Law 另外的Master 就是Vis Mental Science FinTech Computing和Statistic 我应该是2007年开始在这里教的 应该教到第15年 这里就是教了几个小时 以及一些以前的学生给个Rating 六分大概平均是5.57 这是我基本的背景 今天的性格分为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由我负责的 首先会谈一谈FOM基本的 知识 例如Rigulum 有什么uniness 然后会做一个Demo Lecture Demo Lecture 不是有什么想教 因为时间问题 都是给你们感受一下我们上台的模式 我们今天就选择了Credit Risk 其中的题目去谈 完成我一部分之后 我和Christy 就会谈一谈Captain 有什么offerings 可以帮同学考虑FOM OK 我们也想到一个小时之内 完成了这两部分 首先讲一些基本的知识 如果想到FOM的考虑 那有什么requirement呢 首先要考试 现在的考试就是Part 1和Part 2 通常学生都会是in sequence 考完Part 1才有Part 2 因为如果你同时间考 那有呢 他在改你Part 2之前 会改你Part 1 看你Part 1不Pass 如果你Part 1不Pass 其实他不会改你Part 2 那变成有机会 你Part 2原本是Pass 但是因为你Part 1Pass不到 那Part 2他都不改 你变成两个都不Pass 所以通常那些人都是 考完Part 1才做Part 2 另外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考完Part 1之后 要考Part 2 那就要限制四年之内 要考完Part 2 如果不然呢 你就要重新考完Part 1 留意一下 那当你除了要是 考完两个Part 1和Part 2的事 那也要有相关的 工作经验的 那就要两年了 那这两年的经验 其实就没有限 就是说你考完之后拿 还是考完之后拿 总之你一世人 有两年经验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related呢 其实他就很宽松的 就是说不是一定你 在Visks Management Department 做或者你的Title 是有Visks 这个字就不是的 只要你的工作里面的性质 是有Visks Management 他都会计算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你在银行里面 做Relationship Manager 就是你可能负责一些 后经理可能就是 处理一些客户 比如贷款申请 那你就没有Visks这个字 你也不是Visks Management Department 但是其实 你是最前线接触客户 去分析他的那个Credit Risk 所以这些都会计算 所以看你的Job Nature 其实是 都比较宽松一点 那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考完FRM的时候 是没有了两年工作经验呢 你是需要五年之内 是拿到这两年的 如果不然你的考试 就要从来再考过 OK 那当你考完试 和做经验之后 那你就可以申请 那个Gab的Membership 和FRM destination 到时他会叫你 订阅一些 计划 那他会再看回 OK 那 那 Part 1和Part 2考试的形式 都是Multiple Choice的 那 Part 1就会多些 四个钟头里面 考一百条 大约是两分多钟一条 那 Part 2都考四个钟 不过考的题目少些 80条大约是三分钟一条 那 那为什么Part 2会少些呢 那我们会讲一讲 那 那 在Sillips方面 呢 Part 1就比较一些 基本的东西 那首先 有Foundation Risk Management 那通常就讲下 有哪一类型的Financial Risk 那然后呢 就会讲一些 譬如以往的 那些Risk Management 做得不好的公司 有什么历史的例子 他们的 損失的后果是怎样的 都会讲一些 基本的Financial Theory 譬如一些Cap-M的Theory 那这样 那这个值20%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做Risk Management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计计一下 那些Risk有多大的 就是Measure the risk 那因为要计计 那我们要学一些 Quantitative Analysis 做一些统计的Theory 去帮我们计计一下 那些Risk有多大 那这个值20% 那然后第三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 如果FRM 就是分析那些金融机构 怎样管理风险 那你要知道 那金融机构 怎样管理风险呢 你首先要知道 金融机构 常用的Financial Product 是什么 OK 那所以第三个topic 就是说这些Financial Market Product 那主要是一些债券 和一些衍生工具 就是Swerber Option Futures等等 那这个值30% 那当我们学了 统计的Theory 也都学了 那些金融机构 常用的Product之后 我们会将它 结合在一起 就会计一下 这些Product 那个风险是多大 OK 那这个就是第四个topic Valoration Risk Model 那这个占30% OK 那台湾就是 基本这些 比较Basic的东西 譬如说金融机构 用什么Product 基本的 统计Fury等等 那到Part 2 它假设这些基本概念 就有了 那就再深入一些 说不同的Financial Risk 那如果你读个Part 1 你会知道 我们主要的Financial Risk 就是Market Risk Credit Risk Operation Risk 那样 所以它各自是占20% OK 那就因为呢 Vist Management Regulation 有一个更生 我们叫Basel Free 那它呢 那个Focus 就在 第四类Risk 就是Liquidity Risk 那所以在大约两年前 FYM就加了 这个Liquidity and Treasury Risk Management 的topics 那这个占15% OK 那然后呢 头四个topic 它的角度 就是比较分了 一个Commercial Bank 怎样管理那个风险的 那FYM就是讲 一些Financial Institution 怎样管理那个风险 那Financial Institution 除了Commercial Bank之外 还有其他机构 包括什么呢 Emission Bank 有一些Investment Company 就是Fund House 还有一些可能保险公司 那这些公司 其实呢 都是比较以投资为主的 那跟Commercial Bank不同 因为Commercial Bank 主要都是拿存款 借贷款那样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头四个topic 是More from Commercial Bank 就 跟这些以Investment为主的 金融机构有不同 那所以它就加了个topic 叫做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就专闻以投资为主的 金融机构 怎样管理它的风险的 那这就是这个topic 佔10%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叫Current Issues 那Current Issues 基本上就是 它会拿最新金融市场 或者Risk Management 的一些 的topic 作为一个考试 那这个石 每年都变成了 那会有什么呢 所以呢 譬如我们现在常常说的 Fintech 或者会说一些 即是Crypto Currency 的Investment 那会说一些 Climat Risk 等等 那样 或者一些LIBOR的Reform 那这个占10%的 那主要的C Plus 是这样 那这里就 考试的Schedule 那因为 现在我们的 一方考试都变成了 是一个电脑的形式去考的了 那所以一年呢 它又有三次 那譬如Part 2 就是5月8月 还11月这样 那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去那些 computer的考试中心 去选择一天 就可以了 OK 所以它有一个 就是一个range OK 那 那个curriculum 刚才我见过 有什么topics 那它那个 就是objective 和nature 有什么分别呢 Part 1呢 是 就是 希望你了解 一个basic tools 譬如说 最简单的financial product 或者最基本的统界 theory 或者最基本的统界 theory 是enormal distribution 是怎么样 或者proporty OK 所以它在讲一些很基本的 譬如financial instrument 一些 risk management 的knowledge 的 那不是很考虑 真的你好像做事 那样 如何apply concept 在实际上的工作 managed risk 所以模型 concept 那part 2呢 就开始 就不是考虑你的concept 明明了 就是考虑如何 运用的concept 去 好像practically solve一些 risk management 的issues 好像你在银行做事 那样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在part 2 就比较practice oriented 很多时候呢 在考试之前 会有个case 这样的 就是它会 假设你某间银行的CIO 那你起身呢 可能你会发觉 可能是 那一个 人民银行呢 大幅 将它的中间银人民币 就贬借 那以后呢 就会说你的银行有什么 特征 有什么存款 有什么贷款 有什么投资 之类之类 那以后呢 在这个case之下呢 就会问你一些 有什么风险 你如何处理 OK 所以是more on applications 那由于它 刚才说 都有一个小小的case 去study 那所以你要的时间会多些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 part 2 呢 即是四个小时 就考的题目 少一点 80条而已 因为有个case 你会多些时间去看 这样 OK 好了 那另外一个 你很关心 就是passing range 那通常呢 以往passing range part 2 会高一点的 通常大约都是 会超过50 50至60之间 这样 所以你看到 大约都是50多 这样 那part 1 会低一点 都make sense 因为考的part 2 刚才说都要考完 part 1 那就是那个 考生的quality 会有些少少保证 那样 那最近的两次呢 就是02年的 就是5月和8月 那都是50多%的passing range OK 好 那我们captured 那个FM的training approach 就是分三个phase的 那第一个phase 就是我的education 那主要就是说一下 它是一些基本的concept OK 那即未是很帮你去做粗题目的所谓 那先让你明了concept OK 那呢 明了concept 那我们去到next stage 就是revision 那revision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拿回 以往FM考试的题目呢 用来做practice的 所以叫practice的question 那主要呢 就是说一下答题目的时候 重点是怎样 可以enhanced accuracy 那和我们都会模仪回考试的时间 去给多时间去做题目 那呢 就make sure呢 你做的时候的速度呢 是跟考试的aloud time 是升的的 好了 那 在revision的时候 你做呢 可能都是 虽然是within多时间 都是比较放松一点的atmosphere 去做 那呢 但是就未是好像 模仪一个考试的时间 你可能紧张一点 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FM是有个mock exam 那基本上 然后模仪回考试的情况 那呢 就去take the exam 那考完试之后呢 那我们有一个 就是所谓一个review 啦 讲回一些题目 和答案 亦都会有回个resout 里面会有一些分析 关于你在这个exam的performance 那给你知道呢 是你在哪一个topic 可能比较差一点 你要多多时间improve 那样 ok 那上我们这三个phase的 ok 那这个主要FM的基本information 那我们完成了part one 那 next呢 我们做一个demo lecture 刚才讲过了 那讲一下我们平时上行模式 那这些slides 我平时上行会用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的风险呢 就是我们讲的credit risk 那credit risk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里面 做交易呢 Hotels有一个交易对手 我叫outside entity 那这些entity呢 有时候是对我们有一个economic obligations 那很简单了 譬如汇丰issue债券 那你买了这个债券 那这个交易呢 汇丰就是交易对手 那这个汇丰这个交易对手 对你有什么economic obligation呢 那当然了 你现在给钱买了债券 那他将来的义务就是 定期会给回个利息和个本金利 这个是个obligations 那credit risk就是说呢 他将来是fail去compile with the obligation 就是譬如将来 可能经营不善也好 他给不到利息和个本金利 那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 就是credit risk 那这个credit risk呢 其实会体验在不同方面的 第一个叫default default的意思就是 他到期给钱我 他给不到 今天他给利息我给不到 今天本金给不到 那这个情况叫default 那另外一种credit risk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未到期他给钱我的 那但是可能有些credit event 或者credit rating and change 出现而导致我损失 那譬如你买了汇丰债券 原本他的rating是1.a的 那未到期给利息我 可能下个月才到期 那但是今天呢 它的rating可能某些原因 就是那个平衡机构 将它由1.a downgrade 到3.b 那由于这个rating下降 那当然那个bond price 会下跌 那你都会立即去损失的了 那这个呢 就是另一个可能会发生损失的情况 那我们 就是会 做了些什么的transaction 会导致我take了这个credit risk呢 那刚才说的 可能呢 就是我们借钱给别人 无论借给公司 或者是政府也好 包括我买他们的债券也好 那当然到时他还不到钱 我便会有损失 对不对 就是credit risk 那另外一种呢 就叫做credit derivatives 那credit derivatives 那credit derivatives 是什么呢 譬如我们其中一种 叫做credit default swap 简称叫做cds 那这个形式是怎么样呢 譬如我们有个人叫做a 那a呢 他就买了汇丰的债券的 那当然他怕汇丰倒塌 是否有损失 那怎么样 他找个人叫做b 那他每一期呢 就给他买了债券的金额 的5%给b 那b呢 就给他承诺 他就是说 如果 由于汇丰default 而导致a有任何损失呢 那b会赔给a的 ok 那当然啦 你心水清些 其实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保险 而已 a就给5%保费 b b就给了保障 他咯 你有损失我赔给你 那这个 他们两个做的交易呢 就是这个cds 那我们留意 b这个人呢 其实他是没有买过汇丰债券的 但是现在汇丰default 他会有损失 因为汇丰default 他会赔给a 所以呢 他是没有买过汇丰债券 他没有借钱给汇丰 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个cds 这个credit derivatives 的trade 他就take了汇丰代表的credit risk ok 所以这个是credit derivative 带来的风险 那还有一类product呢 都会导致呢 那个投资者呢 take了credit risk 我叫structure the credit products 那这个在雷曼的时候 或者今天凯笑时就很多了 那首先呢 可能有一家银行 他有很多按揭贷款的 借了给客户 market loan one 有一万单按揭贷款 那呢 在今天凯笑的时候呢 就很多银行 把这些按揭贷款 卖了给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spv 那就是说 之后呢 那个业主公款 就不去过银行 就去了这家spv 那spv 因为他定期有个 公款的 易金流收到 他就可以issue 一些类似债券的东西 我们有一些叫做 mortgage better securities 我简称叫做mbs 一 那你作为投资者 买了mbs from spv 你定期会收到利息和本金的 那当然这个利息和本金 哪里呢 就是spv 拿了每个月 业主的一些 按揭贷款之后呢 就纷纷给了mbs的investors 这样 这个investors ok 当然啦 如果那个按揭贷款呢 好像今天开市的时候 美国的楼市倒下了呢 会有default发生的嘛 就是业主串供 串供了 串供了 那当然你就收不到 任何的公款啦 是不是 那 你 spv 都不会有钱 给到investors 或者给少了 那他的investors 都有loss的 ok 所以现在呢 这些investors呢 其实会承担了什么呢 承担了这些按揭贷款的credit risk 这些按揭贷款 又会有人default 这个investors 就会有损失 但是这个投资者呢 是没有直接借过钱 给一个业主的 是不是 但是因为他买了这些mbs 那么他呢 就take了这些mbs 这个mbs呢 就是其中这个呢 这里讲的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 所以你买了mbs呢 你都会间接的 take了credit risk的 ok 所以我们这里有这么多途径 借了钱啦 买了credit derivative 或者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 都会take了credit risk 就是这样的解 ok 那这个next question就是说 ok 那我知有credit risk了 那究竟我的credit risk 是不是大还是小呢 是否怎样去计呢 那当然啦 你读下去有些複杂一点的model 但是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去看呢 就会看那个公司的account 或者balance sheet 那么balance sheet呢 有个creations的 那就 如果你读过account 你会知道 就是个公司的equity 等于它的资产assets equity加上liability 那你不知道为什么不重要的 很简单的而已 equity呢 就是那个股东 拿出来的资金 给这间公司的 譬如他拿了1元出来 那如果那个公司呢 买了10元的资产 那你说 喂 股东给了1元的公司 那公司哪有10元去买到资产呢 很明显的公司呢 就自己再借9元回来 那所以liability就是9元 所以那条式是这样的意思 那他就说呢 根据这个equation 那当然就是equity 加上debt 就是liability 等于那个assets 就讲到上面的色 那他说 我们可以计量ratio 就可以知道呢 看ratio大小 就是知道 credit risk大还是小的 那其中一个ratio呢 我们叫equity ratio 那equity ratio 很简单了 就是equity over access的 那这个例子 equity就是1元 assets就是10元 那这些价钱 那这个价钱 就是equity 就是leverage ratio 那leverage ratio呢 就是 反过来就是 assets除enequity ok 那就 in this case assets就是10元 这个是1 那这个是10 或者我们现在x后面 就代表10倍了 ok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按蓝色 那个数字计出来的 那看这两个数 我怎么知道 它大还是小 特别的credit risk 是大小呢 那我们考虑另外一家公司 它都是买了10元资产的 那但是呢 可能呢 它的equity呢 它就有 say 是 2 那 那就是 8 那 那那我再计 回到两个ratio 现在equity ratio 那个assets是 sorry 那个equity 就是2 那它那个assets都是10 所以计出来就是0.2 那如果计那个leverage ratio呢 就是10 除2 就是5倍 ok 那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究竟绿色 数字间公司 是风险 就是credit risk大 还是蓝色那个大 是不是 那谁大一点 那 那 很明显呢 两家公司呢 都是买了10元的资产 那但是你见到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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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公司都好 我們買了不同的產品 或者不同的債券 或者借了不同的債項給他 我們承擔的 credit risk 都不同的 其中的影響就叫 Debt Seniority 通常我們買債 或者借錢給公司的時候 我們分了兩種 Debt 一種叫 Senior Debt 一種叫 Subordinate 或者叫 Junior Debt 那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說 首先你借一千給他 你就會收到利息每一期 那 如果公司 賺不夠錢 還了 所有利息給 Senior 和 Subordinate Debt 那他 有多少錢可以還呢? 就會先還給 Senior Debt 有剩才做 Subordinate Debt 另外 如果那間公司最後是倒閉的 那怎麼辦呢? 倒閉的時候就會根據 清本的法律 啟動清本程序 就會有個清本人 接管那間公司 然後將他的資產 變賣了 變回一筆錢回來 這筆錢呢 就會根據法律 分給不同的人 有個次序的 當然最首先 就會還錢 給 就是欠政府的錢 然後他就會 給清本人的清本費用 有剩的 就會還給債權人 先還給 Senior Debt Holder 還好還有錢 就到 Subordinate Debt Holder 再有剩就會給股東 這樣 所以你看到 無論你是收利息也好 或者它 Default的時候 將資產變賣了的錢 你收了它也好 如果你作為 Senior Debt Holder 你都是先拿的 所以你的風險會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這裡 有時候我知道 同樣的公司也好 如果賣 Senior Debt 我知道我的 Credit Risk 就會小一點 OK? 這是其中一個 會影響我們的 Credit Risk 另一件事 就是會影響 我們借錢給別人的時候 那個 Debt 是 Secured 還是 Unsecured 那 Secured 很簡單 就是有沒有抵押品 很明顯 如果我們譬如說 公司有三個債權人 就是我們問三個人借了錢 Creditors 我叫ABC 那三個人呢 我都是借了它 當是五元這樣 所以三個人我欠錢 都一樣這麼多 OK? 然後 我有多少資產呢? 我有XYZ三個資產 那他們的價值呢 就是三元四元和五元 OK? 那 如果假設我是有C 如果現在是unsecured的 那 那 而這間公司倒閉了 那 那剛才說了 這間公司倒閉了什麼呢? 就會將資產賣光 變回錢 那首先我們收到多少錢呢? XYZ三個呢 就會收到三元 四元和五元 這個 整個收到的錢 然後怎樣呢? 就分回給債權人 如果unsecured 大家都是沒有什麼抵押品的 大家就這麼高這麼大 就按自己佔比例分 那 因為大家都佔三分之一 那 所以你就把這個數除三 那 十二除三 他就拿到四元 那你留意了 他呢 是借了五元出去的 現在呢 如果unsecured 他只收回四元而已 是不是? 那就是他損失了一元 是不是? Lost了一元 好啦 如果 他是 secured 的 譬如 施借錢的時候呢 他拿著 EZ這個資產 去做抵押品的 OK? 一個collectuals這樣 這樣 那就是說呢 如果 現在default 那間公司 或者撿了一顆呢 賣了EZ這個資產 拿到的錢 是會先還給C 的 OK? 那所以呢 C呢 就會拿回五元 那因為他借了五元給別人 最後拿回五元 就沒有loss 是不是? 那他就沒有loss 那所以我見到呢 其實很明顯就是說 如果你有抵押的情況 即secured的情況呢 其實呢 你的風險少一點 就沒有loss的 如果沒有secured 就有機會loss一元 是不是? 所以有secured 你的credit risk會小一點 OK? 好 那這裡有些terms 我們不詳細說 因為我們都是抽幾張sign 而已 那如果你到時讀的時候 你會知道的terms 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再詳細說的terms 而已 那我跳過下一張sign 就說了 那當你借錢給客戶的時候 那我要定下 收他多少利率 是不是? 那利率呢 就當然是 如果他有機會default 是大一點的 那風險高一點 我當然要charge他 貴一點利率 是不是? 是這樣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 想一下 究竟 這個人來借錢的時候 我知道他有credit risk 有機會是default 還不到錢的 我要收他多些利率 那我要收多少 才可以補償到我這個風險呢? 想計這個 那我們就計一樣東西 叫做 expected 的loss from default 即是說他還不到錢 而帶給我預期的損失多少 譬如這個預期損失呢 是佔貸款的2%的 那麼我理論上 要將這個2% 計算成本 是不是? 即利息要計高2% 這樣 是不是? 那怎樣計這個數呢? 那 首先呢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credit risk呢 就有多的兩個形式 是不是? 一個呢 就是default的形式 即是還不到錢 另一個呢 就是credit rating 或者event的change 是不是? 現在我只說default 即是還不到錢 這類這樣的credit risk 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說了 是說default的而已 那 要計這個數呢 我們有三個component的 第一個 我們叫做probability default 我會逐個說的 第二個呢 我叫做exposure default 第三個呢 叫做loss human default 那這個意思呢 第一個呢 probability default 就是說 將來他 什麼時間之內 會default到機會率 ok 那當然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這個time of risk 都是一年的 即是說 跟著那個年 那個default的機會率是多大 ok 那當然這個機會率呢 depends on一堆東西 譬如說 我們計時 計這個default機會率 當然 譬如說經濟差的時候 那麼 那default機會率當然大些 是不是? 計出來的default機會率也會大些 那另外 就是time interval 即是說你計 究竟是一年之內的default 還是十年之內的default機會率呢? 那當然十年之內的default的情況 即是說 他可以default的時間 會長些 那這個default機會率也會大些 ok 那第三呢 就是有時候我計這個 probability default 就可以將他的default time 看成為一個random variable 如果你有讀一個part 1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叫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Distribution呢 就是說 model的time 你記得 如果你的part 1 就是說 你是一間店 那下一個客人進來 那個時間多久呢? 可能一秒之後 有一個客人進來 可能一分鐘之後 可能一個小時 對吧? 這個時間你不知道 所以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那麼 每一個時間呢 都有機會率的 那麼他們會follow 這個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么Default一樣 你買了個公司債券 那麼它可能一年之後 Default 一個月之後Default 一年零三個月之後 Default 都有機會的 那麼它都可以follow 這個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麼這個 就比較複雜一些 那麼都可以model的 第二個component呢 我叫exposure default 这个很简单,就是假设它真的是禁价 你可以损失多少钱 就是最多你损失多少钱 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贷款借给人的 你损失100万给人的 理论上它禁价最多就损失100万 或者加多一点利息 这个就是Exposure Default, you see 第三个就是Lost Given Default 就是说,刚才Exposure Default 就是理论上你最多可以损失的钱 刚才说过,如果那间公司的Default 你会怎样做呢? 就将它的资产卖光 是吧? 拿一笔钱回来 还回给政府和清本人之后 就会再还回给一些债权人 你作为债权人之后,可能会拿回部分 所以损失不应该是100万的 你可能收回30万,那你就损失70万 所以它就说,它基本上就是Exposure 减 recovery 就是譬如说,你借了100万给人的 收到30万,那你的损失呢? 就是70万 那这个Lost Given Default 我那个时候用一个百分比例代表的 那就是说,我们借了100万给人 最后损失了70万 那所以呢,它的Lost Given Default 就是70% 就是我损失了,我借给人的钱的70% 只是收回30%而已,这样的意思 OK? 那呢,那这个Recovery 这里就写30,那其实它都是Depend on一些东西 那包括什么呢? 刚才说过了,Signority 如果你先的Depth 你收钱是收先的10万的Depth 那这个收得多些,那个Recovery会高些的 相对于10万的Depth As a Value,如果你的清款人接收公司的时候 把资产卖出去,譬如经济很厉害的 那资产卖得多些钱的 那你没有Recovery会多些,是不是? 分给别人的钱都多些,是不是? 最后就是Business Condition 就是说,那个经济商业环境 如果经济商业环境都是好的 那就是说你资产卖出去的时候 都可以买得贵一点,是不是? 那你就拿多些钱去分给别人 那Recovery会高 所以那个Recovery会受一些影响 那Recovery会受影响,就是LGD会受影响 因为LGD就是Exposure Recovery 而已,OK? 那我们有了这三个数之后 我们怎样计算刚才说的Expected Loss Expected Loss 就用EL代表 他就说把三个数乘下就是 EAD x PD x LGD 举例,如果我们有一个100个Million的贷款者 就给别人来 那么Default的机会率 譬如未来一年是 Default是2% 而Loss Given Default是50% 那你乘出来的数值是100万 那即是说你借给这个人 预期平均由于他Defort 带给他算生会100万 那你把这100万就要算下去 你借给这个下户的成本里面 ok? 那这个one meal和这三个component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这个借给人100万 100个million 我们可以分成100个贷款 我当借了100个贷款给他 每个是一个million ok? 那加起来都是100个million 是吗? 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呢 这里 total 我借给他钱的exposure 就是100x1mil 是等于100mil 那这个就体现我们的EAD的数字 然后我知道呢 pd是2% 即是说呢 100个贷款里面应该有2个是Defort 所以譬如这个 这个是Defort的 这个是体现pd是2% 这个意思 最后 Defort的时候我们损失多少呢? LGD50 即是说呢 Defort的时候我损失一半的 收回一半损失一半 那每个是1mil 那我损失一半 那我损失一半呢 就是Loss 0.5mil 这个又是Loss 1半0.5mil ok? 所以total的Loss 就是2个加起来 就是1mil Exactly就是我们这里 刚才我们这条式计算到的数值1mil ok? 所以就是三个数字都在我们 Estimate Expand Loss的过程里面 ok? 好 那就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都是demonstrate 我们平时想到的形式 都是这样 而已